命运决定我 还是由我来决定命运 忙里偷闲 独自散步思考事情 轴累了来到一间咖啡厅 错影手中的手冲咖啡 隔壁桌两名女子之交谈内容 吸引了我的注意 岁月是一把烧猪刀 命运总让人捉不透 最近的我好累 是对话的开场 揭开了我的好奇 原来小董与闺蜜小林打小认识 一路以来相互扶持 走过风雨 她俩这天 又如往常相聚分享彼此近况 小董婚姻触交 小林创业失败 小董与小林相约下次 去找另外一间 最近坊间传闻 和灵验的算命老师 一个想挽回婚姻 一个想东山再起 两名中原女子 面对人生中之逆境 她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取庙里拜拜 捐钱 与寻求命理老师 算命解惑 想必这是大多数人 遇上不顺遂时 最直接联想到的方向 一旦日子久了 发现处境依旧在原地打转 甚至问题更加严重时 便感叹 这就是我的命呀 有些会埋咽起老天的不公平 为何种爱捉弄自己 因此消沉度日 一蹶不振 任命的人大有人在 但有的人选择 变本加厉敌迷信 乃至最终被骗财骗色 人财两空 其实佛教并不赞同数命论 而是积极正向 从根本上来处理问题 佛教教导众生 如何透过修行 来转换自身的因果 让善业逐臂 犹如逐一道挡土墙 起到隔开恶业的作用 透过修行与修法 达到解脱成就 不再受轮回之苦 因此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未来自己想过什么 好的日子 就得先种下善因 如此命运即逝 操之在己 呵护初衷 灌溉出阴阳 因果真实不虚 现在所受的不顺 便是过去 所照下的恶因 所得之恶报 只有从当下改变 用一颗虔诚的心 学佛修行 才是最正确的道路 那么第三世 多结腔佛 在戒心经 说真谛理说法 宇宙中的一切 都不是宿命论 而是因缘生法 此时 我站起身来 跟隔壁桌的 两个女子 微笑点头 我问了句 建议一起聊一聊吗 有缘相逢 或许我可以分享 学佛多年的心得 让佛法真谛 来改变她们的命运 我会担心